老谈连续两集跟大家分享的韩战 然后还有韩战的战斧赢 我先说韩战对台湾七年急升 就是我了 还有或是80后的人来讲 普遍会知道的事情 或你说印象也好 就是不会去想到说 里面的国共恩怨情仇会那么的神 那这样的冲突性 其实反映在我们上一集 这两集节目YouTube上面的互动留言 真的蛮踊跃的 我们最近两集留言还真的是很热闹 感谢所有批评指教或者鼓励的朋友 除此之外还有网友写信来 就是提供他父亲的个人的回忆录 属于地主之子的马伯伯 他是志愿军第六四军180师 被俘以后编入聚聚岛战福营的86连队 他为了来台湾所以选择赤字 这本不对外发行的回忆录 主要是写给子女看 知道老爸是怎么样来台湾 因为没有必要对谁表态 所以相对的会比较更真实一些 所以他里面有一些句子非常的有意思 比如说我不是立刻被俘 而是逃了两个月 甚至于是他在躲惨的时候 还希望志愿军能够发起第六次的战役 打过来 他们可以顺便的趁机归队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一段 主要是因为流言的时候 有很多网友引用了各方的说法或观点 可是有些是无法解释 为什么志愿军能够相对用劣势的装备 跟美军作战 而反共一时来台湾 有些人在早期确实会被监控 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一体两面 我不是立刻被俘 而是逃了两个月 这几个字几乎就说明了一切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志愿军 是真的很敢打 也愿意打 国府也心知肚明 所以对他们不是百分百的犯心 我觉得刚刚那句 我不是立刻被俘 而是逃了两个月 其实跟马伯伯后来的做的决定 一定会有人又拉出来说是很冲突的 真的是不用想太多 因为马伯伯是志愿来台 他是1949年5月被编入180师 到达韩战为止 入只有两年 他对战争的描述 基本上与其他人都一样 都是韩战的时候 为了躲避美军的轰炸的 全部都是越军行动 可是他特别提到 指导员对他们打气说 参加前面四次战役的指战员 表现得这么突出 这样的好 落荒而逃 我们也要把第五次战役打响 把联军赶下海 不要让先前的战友 专美于潜 马伯伯说 他们也都越越一世 兴奋不已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是精神抖手 战志告安 这个是他的真实用语 我只是引述他的说法而已 总之 他还写说180师在前 就拼命的向前冲击 渡过北汉江 与后面的部队脱节 左翼和侧翼 都已经撤到了铁园 而180师就被联军 层层包围 他说联军把180师包围 又用大炮密集的 向他们轰击 打了人仰马方 人都乱跑 连长找不到排长 排长找不到班长 班长找不到兵 成了务合之重 既没有食物吃也没有水喝 更谈不上战斗力 所以到最后只是被告知说 要往西北走 就可以回到北朝鲜 能不能成功 那就是全凭个人的本领 所以照刚刚前面讲的 回忆录其实是不公开的 记录的东西真的就是 马伯伯亲身的经历 那照他这样去描述 当时美军狂轰 其实真的造成很大的伤害 他们遇到的是信奉钢铁洪流的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 弗利德 1951年4月 他对朝鲜战场设置了一条无名线 铺设了地雷 还有机枪火板 甚至还布置了55加仑的 汽油桶和汽油弹 美军只要在阵地上看到敌人 通个电就能够点火引爆 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 为了迎击志愿军 他还规定把炮火的数量空前增加 比普通的编制大五倍 这就是最著名的 弗利德弹药量 在美军的火海压制下 马伯伯说 突围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跑回去的没有几人 大多数被俘 他说 不过我不是立即被俘 而是经过突围 逃亡 挨饿 受苦受难 等多种折磨 两个月后 走投无路 而被俘虏的 而且还一度希望志愿军 发起第六次战役 打过来的时候 他们可以归队 刚有一段说 班长扫不到臂 然后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然后没有食物可以吃 也没有水可以喝 然后基本上就不要谈战斗力了 照理来讲 其实很多人会放弃 因为也许到战斗云 是一个选择 先活下来 找机会冻山再起 但是马伯伯是选择 走一条很艰难的道路 马伯伯说 战斗是每个人 都不愿意想要做的事 更何况是做外国人的战斗 他用了几个字 真是有善国格 有入家门 虽然部队被打败了 他还是想要回到自己的单位 回到自己习惯的区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之前那个长津湖那一集 那时候老谭有分享一位 刘伯伯的讲法 他说他也是谈到那场战役 他说一定都会想打赢的 没有人想打输 其实他们的想法是蛮类似的 马伯伯的回忆录 是前几天才拿到的 其实是可以相互印证 但是他们的多数心态 其实是拒绝当俘虏 所以他就跟着一个 没有跑上还有算完整的一个牌 实施夜间突围 战场上的残酷其实就在这里 他说他们从一条小路通过 左边的山头上 有韩军的一个重机枪阵地 听到声音 用韩语问什么人 大家都不敢说话 也不敢回应 于是韩国士兵就立刻开火 打了他们左右 全部都是冒火星子 就赶快往右边的山头爬 机枪就跟着打 放过山头打不中 可是右边的山头也有极强阵地 还好距离远一点 有效的射程比较差一点 这个时候有一名受伤者 在那边叫救命 因为大家都在逃命 也顾不了 伤者看没有人力 就叫得更大声 这样子等于就是 暴露大家的位置 同归已尽 所以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就很断然的 说你如果在叫 我就打死你 这才安静下来 等到他们逃离了死亡边缘后 遇到了好多的散兵游泳 他因为没有认识的人 也没有食物和饮水 所以后来就自己一个人 顾家寡人的 一路朝西北方向走 就靠着吃树叶 草根 希望说会有奇迹出现 我觉得我好奇的地方是 马伯伯怎么在朝鲜办 这么一个他人生地不守候的地方 可以逃亡两个月 当中应该蛮多曲折离奇的故事 可以分享的 伯伯因为他逃得够久 在回路里面不断提到 就是遇到一些散兵 可是都没有交往 因为大家都在各自找深入 他逃了几天 遇到了一个副连长 还有一个事务长 就是相当于 国军部队里面的特务长 还有一位很特别的是 1790的一个营部传令兵 这个传令兵其实就是通信员 这名传令兵告诉他 他们这个营是派来 掩护180师撤退的 他们的教导员看到情形不对 对营长说最好撤回 营长回说 解放军还会打败战吗 结果这个营也陷在里面 于是他们这四个人 就聚在一起 找了一个山洞 开始到处找食物来吃 等于马伯伯一开始 是一个人逃跑 然后现在是 跟着一个牌 跟着一个牌 然后再散开 然后再遇到了这三个人 后来就变四个人 对 他说有一天在田里面挖马铃薯 在挖的时候 听到了几十公尺外有声音 就是走路的声音 接着哄的一声爆炸 他们四个人就确定不是说 这个自己人开枪 就吓得立刻逃跑 决定继续转移 后来来到了一座高山 往北方一看 看到了飞机 在那边扫射轰炸 就证明说 这个北朝鲜要到了 可是呢 这个因为联军的封锁 非常的严格 要度过北汉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他们又继续的找地 可以栖身的地方 结果呢 还遇到了三个散兵 还住在自己搭的盆子里 总之呢 他在逃晚了两个月 后来因为煮东西冒烟 他们后来就被韩军用机枪扫射 只好投降 这也是非常戏剧性的结束 不过我跟你说 一定很多网友会质疑说 这真的会发生吗 像是替1804方案的 1804在朝鲜 或者说历史的回应 这1804实战录 这些书里面 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提到 就是比如说在包围的时候 召开最后一次的诗部会议 有些人说打不出去 就去打游击 我们用现在的角度来看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都是在宣传 其实马伯伯这本书是不公开的 我是觉得认为 是可以印证当时的情况 我们在准备这一集的时间 刚好也是古宁头战役72周年 有一万解放军 在1949年11月25日 登陆金门 就被殲灭 可是有一位叫做徐伯的团长 在小小的金门岛 竟然躲餐了一百天 他就住在山洞 靠吃地瓜挖地瓜来维生 所以打游击之说 不是不可能 我打不均嬸 下 吃地瓜 上 積 下 等 悶 感谢观看